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吉哥 那我們現在所拍攝的影片呢 是使用 BMPCC 4K 來拍攝的 那我使用的是 M43 的鏡頭 Panasonic 的 1235 F2.8 的這顆鏡頭 那這顆鏡頭呢很好用 因為它有一個防鎖震 那雖然 BMPCC 4K 沒有防鎖震的效果 可是因為這顆鏡頭有防鎖震 所以呢,基本上我用手持的部分的話 是可以拍攝出我想要的一個影片 當然啦,如果有一個快速的左動的話 還是沒辦法的 但是至少會比 Sony 的 A73 好很多 但是呢,也因為 M43 的部分 也因為 M43 的關係 所以呢, F2.8 的這個 你看一下,景深效果就不是那麼的明顯了 對不對,你沒辦法得到一個相對比較淺的一個景深 所以呢,可能我們還會需要一顆 F1.4 對, 1.4 的一個鏡頭 對,我們也會希望在比較暗的時候 或是像現在在拍人物訪傳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比較明顯的一個前景的效果 那當然這樣的話,在整個畫面的一個 看起來的效果會更加的好一點 但是呢, F2.8 這個鏡頭呢 相對來講的話,其實它價格沒有那麼高 那也是一個好鏡頭 成像優秀,然後拍出來的一個效果也很棒 就像你現在看到的這個樣子 就真的還蠻棒的 所以如果 你有一個 BMPCC 4K 的一個機身 那你想要 過入一顆 不錯的鏡頭啊 那 Panasonic 1235 這顆鏡頭 非常非常適合你 因為它換算出來的整個焦段是 24-70 那這個焦段呢 也是我們最常用到的一個焦段 有一個光角 還有一個中長距離的焦段 非常好用的一顆鏡頭 跟大家做個分享